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在京会见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李强表示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 前途命运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 在印尼巴厘岛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是国与国相处的基本之道 希望美方秉持理性务实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加强合作是中美两国的 现实需求和正确选择 双方应通过坦诚交流 就双边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 加强沟通 寻求共识 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 稳定性和正能量 耶伦表示 美方不寻求脱钩锻炼 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晤共识 加强沟通 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 在稳定宏观经济 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加强合作 寻求美中经济 互利双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